中国强摘器官研究中心2019年报道指称 中国继续强行摘取良心犯器官 有消息称法轮功成员是主要对象之一 活动人士和专家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采取切实的应对措施 详情请鲍容为我们介绍 鲍容 好的 乔战 那么本周一由中国强摘器官研究中心 终结中国滥用器官移植国际委员会 以及人权法基金会还有公民力量共同创办的记者招待会 在华盛顿召开 揭示了中国强摘器官的范围 动机 需求 供应来源 以及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记者会还着重讨论了中国强摘器官研究中心 近期出版的一份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中国不仅是在继续强行摘取良心犯的器官 而且法轮功的学员更是成为了主要的针对目标之一 撰写者之一的安科森医生是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的成员 他说通过研究对法轮功学院的残害 国际社会可以深入了解中国侵犯宗教自由的状况 此外他还指出中国的非法器官移植的系统 正在蔓延到了其他的国家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中国器官切割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 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依然建立在残杀无辜者的基础上 中国正在扩大其器官捐献和移植系统 并且与亚洲国家一带一路地区达成分享器官的协议 使得国际社会也成为犯罪同谋 同时参加会议的这个非政府组织 公民力量的创始人杨建利博士则认为 美国和国际社会需要采取更多的有效措施 比如发挥马格尼茨基法案的作用 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因为现在有一些人权工作的工具可以使用 比如说马格尼茨基法案 这种惩罚法案还没有很好的被美国政府来使用 我觉得像人权像器官活摘 如果能够找到真正的责任者 谁在主导这种事情 谁在主导这种政策 谁在具体地在操作这件事情 因为它是一个好几个机构的合作 比如公安部门 监狱部门 医疗部门 找到这个真正的责任者可以进行惩罚 比如说限制他来美国 限制来寻找他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资产进行冻结 是的 那么在这个应对的方面 克森医生则指出 各国的政府应该出台法律 禁止公民从中国获取非法的器官 从而在需求上面可以遏制强摘的行为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意大利 西班牙 挪威 台湾 比利时都通过了相关法律 澳大利亚正在努力 还有加拿大 美国也正在进行一些工作 各国正在联合起来将器官移植履行定义为犯罪 以阻止本国公民前往中国获得非法采摘的器官 另外一方面呢 美国的国务院今年6月21日是发布了年度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三次提及了中国政府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器官 国务院还将于本月16日至18日召开第二届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 而中国政府并未获得邀请 乔战 好的 感谢鲍容发来的连线报道